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兰花 很多花友养兰花是很容易得病虫害的 可能是由于一个天气或者环境的原因 容易产生这个虫害 那么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技巧 可以提前预防这个兰花的一些病虫害 这个是我经常使用的一些东西 就是蒜米 蒜米它有一种比较刺皮的味道 所以说可以驱赶一些或者是预防一些虫害 当然如果这个兰花得了虫害的话 用这个蒜米是没有什么效果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只能做到一个平时的预防 那么我们使用的时候也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将这个蒜米将它碾碎 碾碎之后让它兑水500毫升左右 就可以给这个兰花喷湿这个叶片 或者是喷土的表面 我们喷的时候要注意 将这个兰花的表面或者是背面 全部给它喷透了 这个虫害就可以驱赶 我们只需要在一个星期左右用一次 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我们平时也要注意 如果过多的喷湿呢 这个兰花也会容易引起这个黑斑病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控好 大家想要把这个兰花养得更好呢 我们平时的一些养护技巧也不可能缺 那么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关注我 前期分享过非常多兰花的一些小技巧 好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